當然很緊張 很關心他 因為侯島是我非常敬愛的導演 這個展覽和這個電影 都是上天賜給我的禮物 所以我很高興 終於日子要見面了 跟觀眾見面 終於這個展覽好不容易 也做出來了 這個展覽是一個活著的展覽 它隨時都會變化 所以可能買一張票還是不夠的 我們會辦很多活動 或者這個展覽會很多改變 在這段時間 我第一個世界上的 國際的獎座叫同櫻花 我的青少年在東京得一個獎 然後誰辦給我的 張國榮 所以大家來看 張國榮辦給我的杯子 我已經陪著他 30年了耶 三十年了耶 所以這個展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展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國際獎 也是個大獎 當年1993年去參加東京電影節 張國榮剛好是評審 他是完全不忌諱的 因為喜歡我的電影 他就請我吃飯 我跟徐立功 好像有徐立功一起 我們就吃了個飯 然後後來我們就散步 還聊天這樣子 所以 後來頒獎的時候是 我就得了同櫻花 他就頒獎給我 所以照片啦 這個獎盃我都保存著 當然很緊張 很關心他 因為猴島是我非常敬愛的導演 我喜歡他的電影 也喜歡他的人 我還記得他拿眾生成就獎 我那天根本不想去金馬獎 我年紀大了 我有恐慌症 我是為了猴島去的 去為了為他站起來鼓掌 鼓掌 很敬愛他 所以希望他趕快身體好起來 所以你是他借誰找那個日子 他來看我的日子 金馬獎日子首映那天 他跟朱天文一起來看 我很高興 我去抱他 他是我非常非常敬愛的一個長輩 因為猴島現在退休 確定退休了 那在了前一陣子出席日子 朱光說也說自己覺得自己快退休了 是真的有這個計劃 我們都不能跟生命對抗 我們是 我不知道耶 像我自己 我覺得我如果不再拍電影 我沒有遺憾的 我不會有遺憾 因為我們拍的都很好的電影 好 現在30年前的作品還被使用 我都很滿意了 人本來就 我到現在才知道說 人其實是可以退休的 可以休息啦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 尤其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可以休息 休息幹嘛呢 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像我 我現在也滿想畫畫的 之類的 很嚴格 如果想要畫畫的 又可以讓我看 希望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